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下床方位 其实下床 他在风水学里面 他也是有考究的 我们一般会采用的是九宫 所以你就把你的床区分为九宫 我们下床的位置 要怎样 再好的一个方位下来 九宫 你就把今年的九宫流年 今年五路中宫 所以我们会知道五路中宫来讲 所以中间他是不会有事的 最主要就是二黑这个位置 我们就不要在这个位置 你床的西南方 你从西南方去下床 这样子就不好 但是你可以从哪里 从西北方 你可以从正北 你可以从东北 这三个方向去下床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拿用个一个高高的棉被 枕头 你一搬过去就会 就觉得有异物 对对对 这个不能够下床 所以这个就是利用流年的九宫飞星 来找出当年有力的下床的这个方向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